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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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开展重点区域封闭核酸检测等五项管控措施 一是实施重点区域封闭管控 二是启动重点区域核酸检测工作 三是迅速摸牌密切接受人员 四是开展消毒处置 五是强化社会面管控 目前已经完成家庭成员和所在单元居民的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并组织110余名采样人员和310余名服务保障人员队伍 从今天的70起开始对管控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目前已经完成采样超过5000人 预计今天能够完成对重点区域1.5万人的采样及检测任务 想必大家也注意到了 最近的热搜榜上关于疫情的消息又多了起来 很多人关心家乡的网友也是纷纷的询问 怎么回事啊 病毒源头在哪里啊 传播途径是怎样的 一律的打消 信心的维护 需要权威部门及时的信息发布 我们已经看到 我省以最短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以最快速度完成流调 以最有力措施加强管控 所以别慌 不信咬 不传咬 我们已经和新冠病毒斗争了很久 经验不少 办法很多 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国家倡导春节期间在工作地过年 那我们就减少流动就地过年 此外 戴口罩 勤洗手 长通风 少聚集 多锻炼 保持社交距离 这些好习惯 千万别忘 只要我们行动起来 就一定能迎来平安祥和的春节 见着全国多地呢 已经是陆续开启了新冠疫苗的接种 但万万没想到已经有骗子盯上了疫苗的接种 各地均有市民收到署名为疾管中心的短信 称新冠疫苗可预约接种并附上了预约链接 1月8号 公安部行政局就发文表示 小心以预约疫苗为由的诈骗 如果你说到了类似的短信 别信 第一时间删除 不要点击里面的链接 更不要填写个人信息 1月9号 国家医保局再次明确 新冠疫苗接种费用 由医保资金和财政全部负担 居民个人不承担费用 此外呢 诈骗模板还不止一个 以下这些与疫情防控相关的骗局 大家也一定要多留心警惕 比如防疫物资虚假销售 假冒教师收取疫苗接种费用 推销新冠特效药 火车票机票退改签病毒链接等等 请谨记 无论对方发送链接还是电话提醒 都不要轻信 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官宣 如有疑问或遇诈骗 请拨打110 或是全国反诈专线96110咨询保安 十四五已经开启新整成 新年新气象 来关注最近我省有哪些提振人心的好消息 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苦恼 在异地工作 因为没有当地户籍 总是存在各种麻烦 异地领取失业保险 办理公积金业务 要多次的折返于两地之间 你的企业要跨省迁移 不得不再迁入迁出两头办手续 现在跨省通办来了 近日我省发布加快推进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工作方案 提出以企业和群众需求为导向 聚焦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持续推进跨省通办 线上线下可办好办 7号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 三省一区正式签约政务服务 区域通办合作框架协议 将以区域通办为突破口 解决企业群众异地办事 面临的多地跑折返跑等问题 做到区域经济一体化 政务服务先行 东北整个地区地域文化相近 人员往来特别频繁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的重点 是在东北地区先把67个事项 推动了跨省通办 同时我们今天在会上 也达成了一个共识 要推动大家健康码的互认 我们现在四个地方 我们已经和内蒙实现了 健康码的互认 我们在跟浙江也选择了一些 高频事项来进行跨省通办 以方便折商在我们这投资行业 为了加快推动 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模式 五省发布了吉林省 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工作方案 提出在2021年底前 基本实现工业产品生产续合证 异地就医结算备案 社会保障卡申领 户口迁移等74项 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同时确定建立 线上跨省通办服务渠道 在集市办计算机端和移动端 设立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吉林省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服务专区 分批分期纳住通办事项 推动众服务事项 全程网办 异地代收代办 和一件事多地连办 现在基本完成了 全省的摄像通缘标准化 那么在推动跨省通办过程中 我们是需要跟各省之间 把事项的名称 事项的流程 要件都树立清晰了 是我们后头要做的 一系列的工作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小步快跑 先一后难 扎实推进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 越要稳住农业 2020年吉林省又是一个丰收年 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760.6一斤 连续8年突破700一斤 继续保持全国第五位 回首来时路 我省农肯企业集团化和农产公司化改造 进程加快 这个新一轮的农肯改革 使全省农肯企业焕发了活力增强的动力 这其中 潜安大侠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 他们引入的先进种植模式以及大型智慧化农机都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新年刚开始公司就召开了分红大会 现场很热闹 成怀宣 土地面底112亩 保底加分红利 共计71360元 韩力军 土地面底133.65亩 共分得保底加红利 716176元 效益好不好 分红见分享 一大早 大侠农业综合开发公司的会议室里异常热闹 每个职工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公司一年一度的分红大会正在进行 职工化险举一下子拿到8万元的分红款 风险是公司成的 既省心又省力又省钱 我特别高兴啊 今天我这个从内心说话 是我没想到公司能达到这么好的收入和效益 2020年大侠公司水肥一体化玉米最高赏产达到1万5千公斤 在遭受三场台风的情况下 玉米平均产量超出历年30% 创本地历史新高 公司将玉米收获后采取自主烘干 统一存储统一销售 在合同保底价 每公顷土地6000元的基础上 只供每公顷还能再拿到3600元的分红 这么大的台风 至于中午的话 我们都得发现 但是一定会有技术先进 科技先进 总指先进 人家的报名 几乎倒的 也就是占1% 100%倒一壳 存收入 存用力 我今天也就说到这些了 来来继续跟公司 百姓当时都认同 通过这二年来说 百姓都认同了 确实他们受到异议了 百姓能把这个地 集约到统一农业公司 他们统一经营 完了我们老百姓呢 都到处的时间出去打工 又增加了很多收入 大侠农业租和开发公司 前身为秦安县大侠畜牧场 下下九个分场 实施农肯改革两年来 企业在农业生产上 一直走专业化的新路子 玉米全部实行水肥 一体化种植模式 实现了统一采购生产资料 统一种植 统一管理 统一收获 统一销售的 无统一模式 既降低生产成本 又提高了省水 省电 省肥等多重效益 企业还通过引进 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农业机械 为增产增效提供保障 我们农产共计土地面积 24万亩 我们是有计划的发展 那么每年以2万到3万亩的 蒸集土地 那么预计在未来5年之内 把这个24万亩的土地 全部拿到我们这个农业公司 来统一经营 在吉林 让我们骄傲的还有 白雪正加速向白银转变 相关数据显示 吉林省冰雪旅游市场 日渐成熟 冰雪旅游综合收入 已经占全年旅游综合收入的 三分之一 在20至2021雪季 我省一大批 有看点 有亮点 有卖点的旅游产品 为吉林的冬天聚集人气 各地整合旅游优势资源 创新冬季油气模式 冰雪活动时如火如荼 成为旅游达人 唱玩的理想之地 进入2021年 吉林市冰雪冷资源的热度 持续攀升 在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27条不同规格的雪道 以及净风 焚雪等自然优势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雪质非常好 然后山顶的景色也很美 基本上没有什么风 滑起雪来都不太冷 让人觉得很舒服 九座1200米上的山峰 全在我们境内 植被非常丰富 所以无论你在山脚下 还是到山顶上 这个是完全禁风的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和高标准的专业雪道 让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成为全国最受游客 欢迎的滑雪场之一 许多外地游客 都将自己的户外守滑 留在了北大湖 为了给学友创造更好的滑雪体验 这个雪季 北大湖滑雪场 加宽雪道 新建所到 实现了大山体落差 870米全线长滑 截至目前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已经接待游客 32.3万人次 同比增长38% 依托优质冰雪资源 吉林各地的冰雪文化活动 也搞得有声有色 近日吉林书兰 第五届净土道新冰雪节 在二和雪乡开幕 期间将举办 百人泼水成冰表演秀 中小学生冰雪运动体验等活动 还将进行大众滑雪滑冰 中小学生速度滑冰等 群众体育赛事 预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 眼下浑春市第一届东部节 已正在静心镇四道抛村火热进行 夏里头是明昏镇和官网 官网在500米左右 大概今天总数能产到1000斤左右 买了这条铜鱼 就为了2021年能有更好的一个彩头 更好的一个开局 时间不等人 在本干休息的周末时间 省委省政府连续召开会议 把麦定向 抓工业运行 抓项目建设 抓服务业发展 抓招商引资 抓三农工作 抓营商环境建设 六大方面任务明晰 时速无以开局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即使面对防控与发展的双重压力 我们也要打好主动仗 努力做到两者兼得 一切的秩序井然 都是背后的默默努力 世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 要幸福就要奋斗 前进道路上 我们要同时间赛跑 同历史并进 集中力量 办好自己的事 以钉钉子精神 做实 做戏 做好各项工作 一茬接着一茬干 一张蓝图绘到底 我们就能乘风破浪 一路向前 为振兴吉林 我们干起来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有您的陪伴和收看 朋友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